現在進行國術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請孔委員文集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最近台灣水情吃緊 旱向嚴峻 所以為了關心水庫 本席昨天率領了 我們經濟委員會考察 台中市和平區的德基水庫 德基水庫是在1969年 開始動工興建 1973年蓄水 1974年落成啟用 它位於中部橫貫公路 62公里處 是靠近離山這一帶 目前德基水庫它吸水量 是前台水庫最低 昨天我們去看了 可以說山壁樓路 水位下線的最起碼有20多米 它原本應該是以發電為主 但是因為它的出水 已經低於發電口 所以現在根本就沒有辦法發電 目前是以民生供水為主 由於旱向嚴重 幾天沒有下雨 事實上這幾天 中部地區的雨 這個德基水庫也沒有進漲多少 所以因為德基水庫 供應大台中地區的用水 所以日前經濟部宣布 大台中地區分期限水措施 從4月6號開始公務平二 對於中部地區特別是台中 苗栗還有彰化這一代 可以說影響民生生活甚至 事實上本席 不管哪一黨執政 過去這幾年來 政府完全都不重視 高山地區的水庫 進行清衣之力 本席當立委十多年來 一直呼籲 我家鄉南投縣仁愛鄉 物色水庫 應該要早點清衣 最近政府才開始重視 也宣布即將有進行 物色水庫的清衣治理計劃 台電將花費五十多億 來進行改善 這可以說是此來的爭議 但是因為工程尚在規劃當中 而且工程也還沒開始 大家可以見到 物色水庫泥沙遺跡的嚴重 可以說是全台最大的藍沙壩 它影響所及 它的下游日夜潭 現在也剩下殘商勝水 德華社水社碼頭 根本就沒有辦法停破這個船隻 可以生意蕭條不如當年 這個可以說是用氣候變遷 這句話來可以解釋嗎 我想不自已 所以本席在此強力呼籲 前台水庫清衣 不要忘記高山水庫的重要性 過去花了幾千億擺在平地水庫 會議委員玉蘭發言 院長各位委員大家早 長照是我們不想面對 但卻又不得不面對的人生課題 很多人都有照顧長輩重症與失能家人的經驗 但是也很容易被長期照顧所帶來的各種壓力給拖垮 新北市有一位七十八歲的陳姓老屋 在他二十八歲的時候就生下一個 堅天性重度腦麻的女兒 一出生就不能夠自行進食行動 也無法言語 五十年來 這位陳姓老屋 就以無比的父愛 扛起照顧女兒的所有責任 去年二月 女兒牙痛哀嚎 老先生因為疫情 不敢帶女兒去醫院就診 為了幫助女兒解除痛苦 決定同歸於盡 先以棉被蒙住的女兒的口鼻 讓她窒息身亡 又自殺未果後向警方自首 日前一審判決 連法官都很同情她的遭遇 輕判兩年六個月 本席雖不認同 陳姓老先生悶死女兒的做法 但是這類長照悲歌的慘劇時有所聞 去年十二月高雄檢家四口親生 更早郭姓男子 次死自己已經照顧十二年的癱瘓勞 都是不堪長期照顧的沉重負擔 選擇了讓自愛的家人解脫的例子 陳老先生雖然必須接受殺害女兒的刑責 但本席認為這位父親 其實從二十八歲女兒出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已經開始 坐牢是辛勞也是辛勞 她對女兒的愛以及責任感 讓她五十年來含辛如苦 卻等不到一個圓滿的結局 像陳爸爸這樣的例子 在台灣還有很多很多 在不遠的將來 2025年台灣就將進入高齡者超過兩成 2040年會超過四成的超高齡社會 尝照體系的嚴重不足 將會影響每一個家庭 本席希望政府應該積極研議 如何提供每一個家屬更多的支持 無論是經濟面 社會面 或者是照顧面 又無幼以及人之幼 老無老以及人之老 改善長照 就是拯救中華民國每一個老人 以及江老之人 謝謝 謝謝議委員 繼續請林委員私民發言 請 請 院長 郵委員長 蘇院長 以及各位內閣官員 以及我們各位立委同仁 大家好 我擔任立法委員之後每一個會期 我都親自向院長請命 尤其是我們新竹科學園區 竹科的水源主要來自於寶三 寶二水庫 還有我們頭前期的有十七口水井 今年開始雖然新增了桃竹的備員管線 以及新竹海彈設備 但是面臨五十六年的大旱 十七口井的一個使用 恐難 絕景解渴 臺灣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 光是在竹科 中科 南科 就有三大廠區 每天需要十五點六萬噸的工業用水 但是依照現在的水勤 水庫蓄水量 已經難以供應工業使用 所以台積電及其他科技公司 也紛紛向外求水 只能解燃煤之急 如果竹科持續的缺水 恐將會造成科技廠運作停擺 並形成國安等級的危機 蔡英文總統在2017年6月說 臺灣沒有建水庫的空間 所以需要靠前瞻基礎建設 挹注經費去改善水庫淤積的問題 於是通過了八年兩千五百零八億的前瞻 治水的預算 但是迄今水庫的淤積問題仍然嚴重 清淤成效並不彰顯 民進黨執政承諾在民國一百一十年 要增加常態性的供水一百萬噸 被原供水與調度能力兩百萬噸 到現在水情告急 執政黨口口聲聲說已經啟動應變機制 調節我們的水會積達八億公噸 結果仍然沒有解決缺水的問題 呼籲要人民共體時間 但仍於昨天啟動苗栗台中供五庭二的機制 顯然執政黨開出的治水方法完全無效 現在全台水庫水情告急 本席呼籲我們院長 經濟部長 到各地水庫去視察水情 面對五十六年來的最大焊象 執政的民進黨仍然無法解決缺水的問題 顯然無法給人民一張滿意的成績單 口水勝過治水 請政府及早部署治理河川 水庫清淤涵揚揚水源 徹底解決缺水的問題 謝謝 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李委員得為發言 主席由院長行政院蘇院長在場蘇 所有本院同仁以及媒體朋友 我想今天國事論壇 本時要提出來的是 國家的標準安全堪憂嗎 騰龍運動公司的遊覽車在蘇花公路衝撞山壁 車身破裂了一個大洞 許多的乘客被拋飛出車外 造成六死的慘距 當時遊覽車的車數只有四十五公里 但是卻輕易的讓座椅跟車體分離 連運安會都認為車體的結構有系統性的風險 交通部下令公路總局跟車安中心 招回七百一十八輛遊覽車來安全檢核 我們國家的遊覽車的座椅強度 座椅的固定要能夠承受七百牛頓的推拉力 才通過了相關的檢驗 那這些標準是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交通部應該來做全面性的檢討 請問每三年會到工廠進行實地的測試 為什麼還有問題 難道真如前立委蔡正元爆料 真正搞鬼的是經濟部 跟某位台南的民進黨立委 本席認為經過國家標準測試 若還不能保證安全 那遊覽車的憑見機制延宕 車安中心的安全機制有疏漏 這些責任該算誰的 我們是不是受害的民眾 能夠提出國家賠償呢 因為這是國家的標準 現在所有的民眾十一住行 吃萊豬不安心 又要擔心缺水缺電 而高房價住不起 坐車又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 我們的政府出了什麼的問題 另外有關空軍F-51彈射座椅的設計 有安全性的漏洞 卻遲遲沒有編列相關的預算 當我們喪失了兩位優秀的飛行員之後 才匆忙的核定七億的預算來更換 對照國際影音平台大外宣 一口氣編列每年十億的經費 而無力絕標 德維認為國軍們情何以堪 請民進黨政府行政院好好深思熟慮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繼續請溫委員一下發言 沒有人 維元長 蘇議員長 各位同仁大家早 這次缺水危機把很多公共政策只注重表面的功夫 而不重視問題本質的現象都浮現出來了 2017年舉辦前瞻計畫的第二場工廳會的時候 许多議會學者專家就質疑 這個計畫太重視表面功夫 而且某位土木技術公司的理事長 工會的理事長也曾指出 台灣降雨量是全球平均的2.6倍 但是美人可使用的降用水量是平均的五分之一 那代表水資源並未被妥善的利用 整個前瞻計畫中政府提升水資源利用率計畫不足 當時國民黨籍立委也曾指出 前瞻建設缺乏水資源永續利用 改善落水率等永續思維 台灣平均落水率是18% 平均每人流失著大約差不多10萬立方公尺 又有2.5個石門水庫的蓄水量 遠高於臨近國家 但在前瞻計畫中卻看不到改善計畫 11立方公尺的自來水 代表我們浪費了大量的可利用的水資源 如果美人彌補這個缺口的話 那很可能這次的缺水危機就會降低衝擊 但是前瞻計畫對於水資源的計畫 除了防汗災防水災以外 還多了一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反內容絕大都是建立所謂的清水環境 到去年3月底動支了56.05億元 那這些錢如果都用在改善漏水 這才是真正符合前瞻的做法 也才是更符合實際的基礎建設 清水環境固然重要 但萬一遇到水災或是缺水 那這個環境還有什麼意義 尤其是舉债的錢應該優先用於改善水災或是漏水 而不是拿去做利美化 水利及環境工程專家一再警告 台灣受全球極端氣候的影響 會發生和勞交錯的問題 這個比生存相關的問題還未解決之前 政府卻只想用來進行本市政績的面子工程 這樣的前瞻又有什麼意義 水是上天是給我們的珍貴資源 希望政府官員敬天愛你 珍惜水資源就從改善出來水管漏水做起統計 據統計呢 全台灣一年要漏掉 兩千三百萬人的民生用水 要差不多是六十六天的容量 如此驚人漏水 希望政府能正視這個問題 也希望政府能趕快改善這個問題 以上謝謝 好 謝謝文委員 繼續請陳委員以信發言 好 謝謝文委員 繼續請陳委員以信發言 大家好 針對國內疫苗採購過程不透明 整個決策與執行過程都是大黑箱 本院未還委員會通過臨時提案 成立疫苗採購調閱小組 明明是民進黨委員自己不來開會 人數不足才表決輸給國民黨委員 沒想到民進黨既然不認輸 還在下次會議中強行更改議事錄 在吵鬧中強行表決 民進黨這種多數暴力的民主 霸凌少數的民主 根本不是民主 尤其在民進黨一黨獨大下的立法院 已經自甘墮落 成為行政院的立法局 行政院說疫苗採購要保密 民進黨團就連吭聲都不敢 連立法院召開機密會議 都不敢向行政院要求稍作說明 請問今天政府拿人民的錢 向外國廠商買疫苗 立法院代表人民監督整個購買過程 有什麼不對 尤其向立法院說明施政內容 是行政院的憲法義務 在權力分立的原則下 除了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保護範圍之外 行政院都有向立法院說明的義務 請問民進黨政府 憑什麼拒絕向國會說明 尤其 國人對於疫苗採購過程當中 存有許多的質疑 是不是有人在背後操弄價格 是不是有人企圖從中圖利 是不是有人判斷失當 甚至決策錯誤 今天民進黨拒絕打開黑箱 是不是就是企圖包庇 企圖掩蓋 企圖瞞天過海 從中餘力 這些問題 立法院都該監督 行政院都該透明 十年前 蔡英文總統還是民進黨主席時 她曾經說過一段話 今天我要唸給大家聽 她說 過去三年 行政部門的很多政策決定 或法案的行程過程 不透明 導致希望有實質監督 理性探討法案的在野黨 在資訊不透明下面對很大的挑戰 影響到立法工作 她還說 在完全執政下 立院 不被尊重 也沒有辦法 發揮其實質的功能 她當時說這段話 雖然不符合當時事實 但卻非常準確地 說明現在的狀況 現在蔡政府一黨獨大 完全執政 但是卻在萊豬開放 觀塘三接 防疫決策 疫苗採購等重大的政策上 政府資訊不透明 決策大黑箱 以政治的考量干擾立法的決定 民進黨不尊重立法院 不尊重民主程序 不尊重人民的意見 蔡英文政府完全執政 卻完全墮落 一定會遭到太陽人民的唾激 好 謝謝陳委員 繼續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主席 蘇院長還有立院同仁 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今天想在這裡談一下數位發展部 昨天行政院院會通過了成立數位發展部 我們要仔細地審核 到底數位發展有沒有它的必要性 數位發展有它的必要性 但數位發展部的成立有沒有必要 我應該打一個大問號 怎麼說呢 我們來檢視一下 數位發展的項目 是真的只有向行政院提到的 是跟電信 郵政 資安有關嗎 金融沒有嗎 AI沒有嗎 如果今天所有的項目 在現代的時代裡面 都是數位化的情況 今天難道成立的不應該是數位發展院 我們把行政院改成傳產發展院 不難道是這樣的情形嗎 我們再來看一下 實際上面前兩天 年輕的檢察官朋友們呢 他才講 因為員額不足 所以他們早上七點去上班 到十二點 他們都沒有辦法上洗手間 在這麼緊急的一個狀態之下 跟人民面對面的情形的 這一些的人員 我們行政院不去補足他 反而今天要另外成立一個數位發展部 更好笑的是 在這個組織法裡面 居然提到了 如果你們是從原來的單位 到這個新的部的時候呢 你們的福利 絕對會比原來的會更好 有這樣的一個保證 究竟今天行政院 是在為他的人員謀福利 還是在為我們全民謀福利 我們看不出來 今天數位發展部它的必要 更何況 如果今天我們是要提到 台灣的行政部門 要能夠數位化的話 這個規劃我們跟民間討論了沒有 如果我們的行政單位 因為始終都是以政治掛塞 始終不把民意放在心裡 那麼請問一下 那民間需要有這麼多的民子民高 這些血汗錢 花在這些行政官員的身上嗎 民眾擔心的是什麼 民眾擔心的是 這一次的數位發展部 是不是再一次的假資安為民 行監控之事 這一次的數位發展部 是不是在科技偵查法去年被退了之後 今年再度的屆時還魂 我們擔心的是 數位東廠的時代 是不是要來臨了 數位的天眼是不是到了 是不是數位發展部成立之後 它透過行政命令 監控我們人民的每一個州 這樣的一個情形 絕對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該有的 謝謝 謝謝李委員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都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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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